今天的进来看新闻 欢迎主播维生 超文早安 大家早安 今天维生要带我们一起来关心旅游 以及母亲节的相关资讯 没有错 等等要讲到母亲节的部分 再看看赵文有没有感同身受 在开始会先讲到的旅游 大家应该就会更有感 毕竟现在的出国潮湿越来越热了 那么赶快把时间交给维生 好的谢谢赵文 既然讲到了旅游 不知道各位观众最想去的地方 是不是也都是日本呢 根据交通部观光局 目前公布的最新统计来看 今年一到二月 国人出国的目的地 还是以日本夺冠 透过图表您就可以看到 日本已超过51.8万人次 把其他国家远远的甩在后头 直接稳坐了冠军宝座 而泰国和韩国 分别已超过10.1万人次 明年第二和第三名 香港及越南也超过9.5万人次紧追在后 但您发现了吗 国人的选择还是以亚洲为主 产业界就分析 主要就是因为距离比较近 大家想出去玩 但是时间和花费也都还是考量的关键 而说到了花费荷包够不够深 也直接影响到了出国的旅游意愿 交通部观光局的统计也显示了 综合男性及女性 19岁之前和50岁以上人数都比较少 出国年龄的大宗 若在开始工作之后 20到49岁 还呈现了稳定成长的趋势 像您看到了 40到49岁的人在1到2月之间 出国的人数超过13万人次 业者就透露了其中跟支出的能力 有密切的关联 通常到这个年纪的人 大多已经工作了好一段时间 甚至位居主管的职位 薪资也高于职场新人 那相对而言体力也比50岁 甚至60岁以上的人更好 因此把握时机定好了行程 就执行了旅游计划 但很多人可能也想问了 如果想带英法族的长辈出国 或是旅游该注意什么事情呢 在这边都帮您整理好了 在地点的部分 除了避免阶梯多的地雷区之外 慢性病患者 例如关节炎 哮喘的长辈 就不适合寒冷潮湿的地方 而心肺功能比较差的人 则不移到空气稀薄的高深地区 而脊椎腰椎相关疾病的人 要避免走山路 另外长辈也比较容易会贫尿 因此要注意找厕所 方不方便 和有没有无障碍的设计等等 饮食方面 选择清淡多蔬果的部分 要准备好保温的水壶 同时提醒您 要准备好拐杖或是践行杖 不管行动方不方便 都能够减轻长辈行走的负担 接下来 带您关注最近讨论度很高的新闻 有大型的航空公司 出现机票的初爆事件 事发的就是日籍公司全日空 昨天被网友给发现了 从越南的官网订票 飞北美航线价格比一折还要更便宜 甚至从印尼的雅加达飞纽约 搭头等舱来回机票 原价要四十多万元 而官网竟然只要四万块钱 而全日空也在一天当中 火速的宣布任陪 带您一起来看 中京到纽约的话 我是搭头等舱 如果你单纯买这段来回 就四十几万台币了 手术手中购票证明 飞一趟纽约搭头等舱 来回机票竟然只要四万块 我自己有抢了两张 一张是就是雅加达飞 往这个哥伦比亚的机票 然后是头等舱 只花四万块台币 像是马来西亚或是新加坡 他们也在封场这张票 全日空十七号出现bug机票 价格比一折还要杀 印尼雅加达飞 美国洛杉矶 头等舱来回原价至少四十万 官网出现三万有找 飞纽约商务舱也从二十万 砍到一万块 几乎比台北飞日本还便宜 但前提是必须从全日航 越南官网登入跨国订票 出发地点只限印尼雅加达 破天荒超低价 全日空一天内火速宣布认赔 都需要先挂一段行李到雅加达 然后再把它拉出来 这部分就要小心 可能会影响到航班的 就是中间的接上的时间 达人提醒得留意转机时间 但不止对折再对折的票价 让人好羡慕 里程数累积也有赚头 以雅加达飞纽约为例 至少能换三万公里里程 拿台北飞东京计算 光里程累积能换两张 日本来回机票 国境解封后首次大型机票 bug事件 让抢到票的幸运民众直呼 转翻了 但可不是每家航空公司机票 标错价格都会甘愿认赔 小保官就表示了 只要买卖契约成立 航空公司就得履行契约 但很多的航空公司据点都在国外 外征的翻脸不认账 拒绝赔偿 以台湾政府的公权力 其实很难介入 最后恐怕还是要消费者 自己索讨 透过镜头 带您深入聚焦 疫情解封想要出国玩 大家都希望抢到超便宜机票 有些人运气好 碰到航空公司系统故障 机票标错价格赶紧买入 但事后航空公司翻脸不认员 消费者还能够求偿吗 双方之间的契约已经成立的话 那业者就有义务要依照契约来履行 提许早在2011年 华航就曾经发生 沟雄到纽约的单权票26600元 扫标一个零变成2660元 当时华航自行吸收差价认赔 国泰航空也曾经在2018年12月31号 发生机票系统问题 从越南河内飞到美国纽约 只要海币约44000元 当时的原价至少要49万元 国泰发生系统错误后赶紧抢修 事后在推特发文 祝大家新年快乐并且认赔 但不是每间航空公司都这么佛系 美国联合航空2015年也曾经出包 数千名消费者用美金70元 买到欧洲飞往美国的头等舱机票 但当时犯错是第三方的订票软体厂商 并不是联航 因此联合航空拒绝赔偿 大部分航空公司 根据地都不在台湾 除非是订购 华航 长荣等国际航空 台湾政府才有公权力可以介入 要是国外航空机票标错价 又翻脸不认账 通常消费者得自己走跑 提醒民众利用系统Bug 买入机票前 还是得看清楚剧生的权益 近新闻 梁敬 颜凯旭参考 保障自身的权益 真的很重要 消保处也特别提醒了 购票 购买机票的时候 要确认机票上的英文姓名 要跟护照上的英文姓名 要拼字一模一样 而国内线机票 从开票日开始 一年之内有效 若到期没有使用 可以在开票日开始之后 两年之内向原扣票单位办理退票 但是要注意会被扣手续费 而至于国际机票的部分 就要看各家的航空公司规定 提醒您可以向售票人员 索取国际机票交易重要须知 来仔细的看清楚 另外 优惠机票也要确认 有没有特别限制的条件 但是如果机票的遗失的话 可以在有效期限之内办理挂失 经过查证 没有使用就可以办理退费 但同样会被扣手续费 而除此之外呢 除了之前也可以确认 当地是否有发布旅游警示 以灯号来看 红色表示不宜前往 甚至要尽速的离境 举例像是发生了严重的暴动 战争或是内战等等 而橙色是高度小心 避免非必要的旅行 黄色是特别注意 并检讨是否要去前往 而灰色是提醒注意 其中呢 橙色以上真的要当心了 因为不确定因素比较多 同时还会遇上 旅贫险 不变险等等 被献保的问题 而红色更可能会面临投保无效 那也有些人呢 荷包不够深 或是时间不够多的话 母亲节也快到了 没办法带妈妈出去玩 也不用太过于担心 送上小礼物 一样能够表达爱意 根据平台统计了 保养品 流行服饰 彩妆品名列推荐的前三名 帮妈妈顾好面子 心情就会跟着变好 而排在香水珠宝后面的是 大家普遍常送的居家电器 和保健食品 像是扫地机器人 基金还有燕窝等等 都榜上有名 有业者向金新闻透露了 加上普发现金的六千块钱 买器正在急速的增温当中 即将一间母亲节 又适逢普发六千元入带 今年民众的送礼预算 普遍提高 根据我们后台观察 像是母亲节 保养 保健 健康 按摩 都是热搜关键字的前几名 那居家运动 按摩书压商品 像是律动机 剑走机 或是眉腿按摩靴 都登上送礼排行榜 实体们视野同步祭出 妈妈你是我的心头肉的 一个实体活动 只要带着妈妈来到现场参观 打卡还可以免费 获得一盆多肉小植栽 持续聚焦来看 486团购后台就显示了 输压按摩商品受到了瞩目 还推出消费不限金额 登陆之后 每个礼拜筹空气清净机 想借此抢攻市场 而PC Home和伯克莱也观察到 脸部的保养品 唇膏等等美妆品 热度持续的飙升 也考量到国际通膨及保值性 金氏也成为今年的 送礼热门选项 今年第一季的销售表现 比去年同期成长30%以上 但是不管送什么 或价格贵不贵 符合妈妈的喜好 让她放松 开心身体健康 才是最重要的 以上就今天的进来看新闻 再把时间消还给赵文咯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